大家好,華記9月5日深夜報道 今天有幾件事想說 第一件事是今日見到中文大學會長 這小子真是臭乳眉乾 他叫做歐卓器 真是完全垃圾 他說雙輪的國家威脅到我們香港 北方帝國殖民 他這個人簡直不是中國人 還有新亞書院的學生會長 又是說雙輪國家威脅香港 港獨不是民粹 我想問中文大學校長段崇志 馬上踢他出校 不妥就要計算他 這些學生全部都歪理 讀屎片的 根本都瘋了 這班人 居然在中文大學開學禮 他會長是這樣的 雙輪國家威脅到我們 北方帝國主義殖民 你是中國人 那些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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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文大學段崇志 快點雞掉他 這班學生 怎麼出來社會做事 那些神經病 你不趕他出校 記憶大過 很痛心 另外 今天 陳振威大律師 第一次 華記有幸 約到他 打算行山吃早餐 誰不知貴人招風雨 狂風雷暴 還雷暴警告 臨到濕透 去了K姐吃早餐 那些朋友說 為何陳振威回香港 陳振威是這樣的 他特地回來香港 打了一宗官司 因為陳振威是大律師 當然是打了一些厲害的 高院等等 他昨天贏了一宗官司 他贏了一宗官司 其實他也有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因為從澳洲回來 要隔離14天 然後才上庭 他明天就離開了 其實陳振威在澳洲 香港和紐西蘭 都有律師牌 而他的律師樓 就在香港和澳洲 所以陳振威我認識他 因為我在新加坡的時候 我就被一條 鍾庭輝 這個黃絲律師 因為我在新加坡的時候 被一班黃絲港獨陷害 集體舉報我說我非法集會 擾亂公眾秩序 其實整班之後就拔我拍照 然後就報警 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中庭輝 在新加坡 一天有朋友介紹他給我 然後他在我面前認屎認屁 然後我要考慮一下 我給他做 因為本身有個新加坡律師 是外國人 在代表我 忽然之間換律師 好像很奇怪 而且我看到這個人 好像都有點陰陰濕濕 第一個印象就不太好 純一之兩三天沒有回覆他 他就知道我沒有找他 做代表律師 然後他就去加拿大網台 傳媒 把我的案件表露出來 他不停在那邊說 然後還在落井下石 這人完全是違反律師的專業守則 那我就找陳振威 你不如這樣幫我告這個人 然後陳振威說 你不可以直接找我 因為我是大律師 你要給一個事務 律師就refer給我 然後我由香港大律師 或者澳洲大律師 就弄幾封信 去新加坡律師公會 發射這個人 但是因為疫情 和我們做生意的關係 加上有很多人在搞我 所以我就把這件事放下了 不如這樣吧 我們把這個任務交給天 等天來收這條 新加坡黃施律師 所以暫停了 沒有向中庭輝追擊 因為我覺得天有眼 所以就認識了陳振威 陳振威到現在一毫子都沒有收過我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是公義 不過如果收錢也不簡單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很出名 因為他會贏的律師 基本上打官司也很強勁 手刮起展 加上他本身是黑帶 所以陳振威很好 覺得這件事是公義的 沒有收我快 但雖然我沒有follow up 今天我為何會有一個 叫做強強聯手 因為陳振威大律師 加上何君堯 兩位都是KOL Keen Opinion Leader 這個Keen Opinion Leader 就是我們在自媒體裡 在法律界每個星期都會開台 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 和時事的看法 所以我們這個KOL 在目前全球 或者全香港的華人市場 特別是香港最強的這兩個 因為在法律界 每個星期開台 我們叫他KOL 自媒體 在Youtube和Facebook 何君堯就是Facebook 陳振威大律師就是在Youtube 請大家訂閱何君堯 和陳振威大律師 陳振威那個叫做法律中環談 大家去訂閱他 他說話稀笑怒馬 和他是薄學多才 陳振威大律師很風趣幽默 我整天都被他笑到肚子痛 他說話很風趣 說華記那些什麼黃絲 收檔接賣 拜拜 他很喜歡說這些 他很風趣幽默 所以今天有一個節目 就是何君堯、陳振威大律師 和我講香港司法界的黑幕 馬道立如何把黃馬垮 免死金牌 扯下來 和香港司法有什麼重大問題 為何范國威那件恐嚇 令他退休警坐牢 為何肥佬黎那件事 大聲夾惡 和傳媒大有錢人 欺負一個東方記者 他又沒事 兩條影片拍了 全部都半小時以上 即是大家談到是收不到掣 這兩條影片會在法律中橫談 會播 陳振威大律師這兩天 就會上載 大家切勿留意法律中橫談 節目到這裏 有一個沉重的心情 先說一下 有個網友在美國紐約 寄了一封信給我 這位叫Winnie 多謝你Winnie 大家下次不要送東西 千萬不能送東西給我 因為有個匿名的朋友 送了衣服給我 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想多謝 尋根滿先生 透過文哥 送了一些支持警察的牌 水晶座 還有哈巴Sir 我跟他買了100本書 我接下來會送給網友 我在這個信裡 我覺得這本好像是一個家書 一封香港家書 因為一群香港人移民到美國 我很快就讀一讀 華記你好 希望你記得我 近幾個月我住在美國 遊递服務很差 之前寄了一封信給媽媽 在香港也寄失了 2020年在美國3月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最初政府調以輕心 然後華僑意識到很嚴重 戴口罩 然後被人歧視 然後有種族歧視 很多不愉快事件 他在一間老人院工作 有11層高 有400個床位的老人院 他是一個助理護士 自從3月起到現在 每天都會接觸到 一些新型冠狀病毒的老人家病人 最初的時候 防疫品都很短缺 每兩天都可以分配到一個 保護衣都沒有 後來就得到 多幾個口罩 以及整件保護衣 但是最近又沒有了 又沒有了 保護衣 其實裝備是嚴重不足的 今時今日的美國 我讀快點 很長 話說回來 最初是因為病床不足 所以有COVID-19的病人 送到老人院醫治 這個政策到5月11日才推翻 因為養老院停止接收了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但是之前送過很多 沒有病徵的老人 都因為這個政策下 全部中招 以及死亡 死亡 死了很多人 在他工作的樓層 有40個老人家 一天之內 一天死了三件 其中有兩件 是我親手打包 連座房間的停屍間 都不夠用 要放在主廠房間 基本上就放在廠房間 包屍體都不夠地方放 有些醫院 甚至要用上雪凍浴 那些大卡車放屍體 我想這個大家網上都看到 但這個就很流行 現在在美國 找那些雪凍浴來藏屍 在這個病法率最巔峰的時候 全程有40個老人家 全部都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全部都是100%感染 足足三星期 到目前為止 他工作的老人院 已經關閉了三層 換句話說 起碼死亡120件 在短短的一段時間 已經死亡120個 有400個老人家 在一個老人院 已經死亡120個 還未算 有一些 不知道是否新型冠狀病毒死亡 其實應該是不止的 死亡率最高的 就是紐約市的老人院 還拿到他那間 當時認識的死者 都是老人家 心中摸了內閣和接受 但在4月10日 就知道有位黑人的同事 都感染了 還死亡了 所以內心真的很難過 當時以為他家族遺傳 身體弱 會否容易感染到COVID-19 死亡 其實這個病毒是很兇的 另一件驚心動 有位中國的男同事 感染了COVID-19 進入ICU 病危 這位男同事 一向健康良好 有做運動 有注意飲食 在中國是做中醫的 但都會病起來 最初的病症 即是發燒肺母花 但肝臟受感染 因為吃特效藥 會損害肝臟 只能使用抗體注射入 體內對抗病毒 但事以願為 病情惡化起來 肺部都花了 都感染了西炎肝臟病毒 呼吸困難 需要用呼吸器 還有需要用氣康開口 在這裏開孔 切喉 使用呼吸器 接著她媽媽在5月10日 看到她做手術 原本估計星期四 可以申請 誰不知 去到隔坡兩天都未醒 醫生說生存機會不高 當時就知道 大家都心情很頹廢 很頹喪 明明這個人是幫助老人家 現在都遭遇了 後來無計可思 一群壞人同事 大家一起祈禱 拜觀音 希望她沒事 誰不知 黃天不負有心人 那兩天她真的醒醒 醫生都說奇蹟 她在邊緣掙扎求存回來 最近她已經在家裡休養 身體情況慢慢看伏 可以說話 在公園散步 不過沒有上班 很多同事都感染了COVID-19 所以有些傳染給了家人 每個家人都有發病 不同的情況 有發燒 或者失去美國 有些發燒到105度 呼吸困難 有些連病徵好又再病發 因此毫無病徵 沒有燒沒有咳 其實現在美國政府 這群人全部都沒有驗 很多時候都是放在家裡咬 在美國因為新型冠狀病 感染太多 所以病人通常都會留在家裡休養 在病房買藥 這個藥吃了 國安天命 醫務所一般都是關門的 因為到4、5月的時候 都是關門的 最近才是開的 去買藥的時候 如果嚴重那些 嚴重到不能呼吸 叫來溫溫才可以入醫院 普通你走得說得說話 或者咳兩聲 或者睡在床上氣速 都未必入到醫院 在紐約市疫情 現在已經安靜下來 口罩和清潔液 供應都是充足的 但市民開始免費檢測 最近用棉花 就像我們香港一樣 尿一下鼻歌 尿一下心喉 在工作的老人院 到現在必須要買補充裝備 幸運是沒有感染的 很感謝觀世音菩薩 再說的是多謝我 說我的事就不要說了 然後 他有數很多次 大致都是這麼多 所以其實他現在在美國 告訴我 第一 會有種族歧視的發生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第二 就是每個人都怕感染到COVID-19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又是人人自癌 病來說也有幾隻 你有沒有去醫院 和沒有去醫院 或者你是否做醫護人員 或者你感染了之後 你都是靠自己的意志 打低他 因為現在有六百多萬人 在美國受感染 超過未到二十萬人死亡 其實這個數字都非常震驚 因為美國大約四億人 所以讀完這封信 我們雖然很憎恨 最近中國和美國的一些言語 特別是美國 蓬佩奧 國務卿 或者是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 每天都在挑弄是非 玩弄我們的國民性命 但是傷害我們中國和美國的感情 但是我們這些是理不了的 沒有辦法 現在他開波也沒辦法 昨天也說過 鄭若驊都被人叫在銀行 因為這個封鎖的名單 所以我們小市民都做不到這什麼 只不過現在我們要在民意下而上 所以其實活在美國的中國朋友 或者香港人 現在都是水深仿熱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 另外我讀這封信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送東西給我 為什麼呢? 因為不太好意思 你送東西給我 我又要送東西給你 送來送去 所以這封家書 看完我的心裡 因為其實都 這封信裡說死百多人 只是你做那個老人員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驚人 很令人害怕 很恐怖的數字 希望大家自強不惜 最後就要說一下 明天我們也會有同事 希望讓大家有些開心的介紹 因為近期這些事情都不太開心 所以我們首先去檢測 第一 第二 我們明天帶大家眼睛去旅行 明天怎樣帶大家去眼睛去旅行呢? 就是因為我們會有一個日本的崩開道 和這個輕井澤的西外桃園 希望帶給大家開心和快樂 有些現場觀眾的朋友 你來東西 誰來都會送一本黑夜眉光 稍後我們會有同事 會有個宣傳片和拍廣告 告訴大家 好了 大致上今天報導 多謝 大家好 有個好消息 明天大家眼睛去旅行 當然是帶大家去日本玩 華記會親身帶大家去輕井澤 感受一下西外桃園 還有我Judy帶大家去北海道 全世界最美的滑雪勝地 有興趣出席的朋友 歡迎聯絡我Judy 另外我們會派50本書 如果想投資東京大阪物業的朋友 我們都會送這本黑夜眉光的書 我們明天的地址 會在廣東道環球金融中心601號室 地址也會展示在這裡 另外如果大家想找我報名 也可以WhatsApp我 希望見到你們了 拜拜